歡迎收看台灣啟示錄 我順便想 台中有一名患有思覺失調成本男子 他三天兩頭 都找自己親生妹妹的麻煩 因為他覺得他的工作 他的生活 他的種種的不順遂 都是他妹妹害的 有一天 他拿了一把折疊刀 他要跑去妹妹工作的牙醫診所 去找妹妹算帳 結果被爸爸知道了 趕緊的打電話通知妹妹 要消失了 而當天牙醫診所的負責人王冠中 他本來是要報警處理的 但是卻被妹妹小倩給阻止了 他擔心萬一報警了 哥哥有了前科 那麼將來怎麼找工作呢 人生不就毀了嗎 而且爸爸說他會來處理的 王醫師聽了之後 他決定不報警 但是為了小倩的安全 他讓小倩躲到了三樓的辦公室 大家以為他哥哥找不到人 應該就會自己離開了吧 但沒有想到 他找不到人 情緒竟然完全大失控 他們拿出了刀子 亂揮王太 王醫師的脖子 被當場劃破了一刀 連搶救的機會都沒有 拜訪王太太的這一天 天氣為陰 飄著毛毛線雨 王太太帶著我們走進 未在台中的這一處靜密社區 才剛走進家裡 她就忙準照顧我們 我們把咖啡機打開 你們兩個都喝咖啡嗎 可是我之前有黑咖啡喔 那個王醫師他很喜歡喝咖啡 他喜歡居家生活 在家裡他一定會喝一杯咖啡 濃郁的咖啡香氣 瞬間瀰漫震進屋子 彷彿是王冠仲醫師還在身邊 從沒離開過 王太太說他罹患卵巢癌 王醫師生前對他的照顧 三餐起居無微不至 這每一杯咖啡不管濃淡 都是他對丈夫滿滿的思念 這一天是2020年5月21號 再過三天 就是王醫師離開滿兩年了 這些日子以來 王太太說他沒有一天不想他 這個位子 現在是我懷念王醫師的地方 我有寫一封信給他嗎 我每天早上從樓梯下來 都會經過他這裡 我就會跟他說 嗨 王醫師早 是真的 我每一天都跟他問候 熟悉的寒暄 充滿朝夕的廚房都已不復見 現在只剩下他一人 在訪談的過程中 王太太從咖啡機 書籍再到家中養的寵物 三句不離王醫師 他想都沒想到 一把尖刀竟然會讓他 跟先生生死相隔 在台中市南區的這間亞醫診所 上午十一點多 電話響個不停 平時亞醫診所會有不少病患打電話 來約診或是詢問診療問題 但這一天這幾通電話不太尋常 禮拜四的當天早上 他還打電話來我們診所 確認他妹妹有沒有上班 電話的那一頭是一名叫做阿生的男子 他打了好幾通電話要來找妹妹 他的妹妹小倩是診所裡的護理師 哥哥找妹妹 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情 卻讓診所人員提高警覺 其實他哥哥在前兩天已經來找過他妹妹 他妹妹跟他先生出國去員工旅遊 所以他那一天 兇手已經來打探過診所的環境 他妹妹什麼時候會上班 診所護理長陳佩茨說 小倩告訴他們 他跟哥哥長期處不好 前陣子他跟哥哥起了口角 哥哥情緒不穩總找他麻煩 於是他躲著哥哥阿生 沒想到阿生卻找來了診所 前幾次診所人員都幫小倩 保護照 但這一天阿生又來電話了 因為他打電話來問他 他們都說他不在找不到 沒上班 大家都在cover他妹妹的行動 護理長說他還記得 那一天中午他在外頭洽工 沒跟診所同仁一起用午餐 但小倩突然傳了一個簡訊給他 他就說我哥哥要帶刀來找我 一看到帶刀來 陳佩茨趕緊打電話給王冠中醫師 要他跟診所同仁們要留心注意 然後他爸爸警示他 這整個過程 當天那餐桌上所有的助理 我一直都聽得到 而且都知道他帶到 王醫師知道事態嚴重 他想報警卻被阻止 爸爸就說要不要報警 他就說我爸會來處理 賴雅馨他爸會來處理 怕報警之後 可能哥哥未來會有前科或是什麼 之後會更不方便 他們找工作會知道 小倩幫哥哥求情 他說只要他別被哥哥找到 爸爸一定會趕來處理的 護理長說小倩其實心裡也害怕 也擔心自己會被傷害 他就跟我說以前有發生什麼新聞事件 有什麼兇手把他妹妹的頭顱割下來 他就跟我說一些很恐怖的故事 那我就覺得說 你都跟我講這麼恐怖的故事 那你是不是自己也會害怕 那你為什麼不報警 因為爸媽的堅持 不希望哥哥的人生毀了 於是小倩決定請假 他心裡想的是 只要躲得遠遠的就沒事了 下午兩點診 診所一如往常開門看診 沒多久阿神來了 你好 因為下午就 我們是兩 那時候是兩點開診 然後因為他就說 他下午要請假 然後哥哥要來了 小倩都還沒來得及離開 哥哥就找上門 現在該怎麼辦 所以王醫師就說 那不然你到三樓辦公室 然後三樓有監視器 看得到我們二樓的狀況 果然阿神一進到診所裡 就要找妹妹 找不到沒上班 大家都在cover他妹妹的行蹤 對 所以他才會這麼的生氣 原本所有人都以為 只要找不到人 阿神應該就會離開 沒想到他就突然拿出一把 尖刀揮砍 打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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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放下來 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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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手是想要洗掉滿手的血心嗎 阿神手起刀落 專網要害攻擊 包括了王醫師跟兩名牙醫助理 都被歷刃刺傷 傷勢嚴重 其中阿神在砍殺完王醫師之後 又再折返 對其中一名翁姓助理 二次砍殺 王醫師他還在肌肉之中 比較不樂觀 對 因為當初他們就看到 他可能不樂觀 因為一來什麼都會 一個救的錢 因為那天我在健身房 就被交去醫院了 是我們助理 在診所的助理 我在趕過去的時候 是心裡有一點不安 但是 是真的沒想到會 會造這麼嚴重 王醫師的兒子 滿心盼著 爸爸一定會沒事的 沒想到這樣的期盼 隨醫師護理人員 不斷進出手術室 慢慢破碎 一次一次的就是 醫生走出來 然後對著我們搖頭 然後就說 可能沒辦法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也是 我跟助理也是拜託 再拜託他再嘗試看看 對 一直到第二次 來第三次的時候 但那個當下就是 真的就是越來越絕望 然後才打電話跟媽媽說 所以你也是 你到醫院去第一時間 也不敢打電話給媽媽 對啊 因為當下就真的覺得 爸爸會沒事 我的兒子在電話那一頭 告訴我說 爸爸出事了 當時候在護理之家 擔任志工的王太太 還在陪著護理之家的老人唱歌 沒想到兒子一通電話 猶如舞雷轟頂 他亂的方唇 先生不是幾個小時前 才剛打電話給他嗎 怎麼現在人卻在醫院 我開車 飛奔往中山醫院而去 一路上 我念著 冠中加油 冠中加油 我念著 觀世音菩薩的聖號 請他保佑我先生 度過難關 可是實際上 王醫師在案發當下 兇險以十公分的折疊到 刺入九公分深 他早就回不來了 他連搶救的機會都沒有 所得期盼 最後等到的 卻是讓人心痛的結果 王醫師回不來了 至於另外兩名助理傷勢嚴重 在醫生的搶救下 抱住了一命 他所朝向被害人 所刺殺的方式 不是頭部的太陽穴的位置 就是頸部或者是這裡 翁小姐她經過醫師書學 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血 才從鬼門關搶救回來 要不要跟家屬道歉 要道歉 要道歉嗎 為什麼要殺他 面對記者的提問 阿神一句話都不說 這一天是案發後第二天 檢警押接阿神到賓禮館 進行相驗 沒想到相驗到一半 阿神一句話讓家屬氣憤不已 好 儘管王太太承受了失去至親的痛苦 但是當她看到了凶刑的年紀輕輕 只有三十幾歲 她還是動了她的側隱之心 如果嫌犯能夠誠心地悔過 那麼王太太其實也是願意原諒 給她機會的 但沒有想到 嫌犯竟然冷冷回了一句 我要行使我的法律兼默權 更令王太太感到心寒的是 嫌犯這一家人的態度 當時不是說 爸爸會趕來處理的嗎 人呢 還有小倩的先生 明明也已經趕到了診所了 她卻眼睜睜看著失控的嫌犯 走進了診所 為什麼自己家人不會上前勸主呢 而至於小倩在案發之後的 態度的轉變 更是令人無法接受 當時她是透過監視器畫面 親眼看到哥哥行凶的整個過程 而她也答應了王太太 她會跟檢警一五一十的句實一告 讓哥哥得到法律應有的制裁 但是沒有想到 後來全變了 小倩她選擇 站在她哥哥的那一邊 剛剛好像有聽到你們在裡面 有一些爭執的聲音 我來的時候 有跟你修情請他跟我一起 是 儘管隔著一扇門 還是能感受到家屬的氣氛 我看到凶險 我請他向王醫師的大體認錯回國 我希望代替王醫師和他解緣事件 但他卻對我說 我要行使法律兼莫權 讓王太太心都涼了 因為我是真的 看他那麼年輕 三十幾歲 而且 也沒有說長得特別的兇兒 或許你是因為一時的情緒 那你應該會後悔 那你應該道歉 但是他沒有 他的意思是 如果你當下 當天跟我先生大體道歉 他可能就會寬恕他 站在王醫師大體旁 阿神拒絕為自己犯下的錯道歉 他甚至還露出一抹微笑 這樣的態度不只家屬心痛 連一旁的髮警都看不下去 我記得我那時候看凶險人的眼神 非常正常 冷靜 當時我真的很生氣 連旁邊的髮警都替我 覺得很生氣的告訴那個孩子說 你不知道人家是給你機會嗎 家屬不解 一條人命在阿神的眼中 真的如此不值嗎 還記得小倩曾經要求王醫師別報警 因為爸爸會趕來處理 應該要被阻止的悲劇 卻因為小倩的一句話 錯失了救命機會 王醫師仁慈 因為是自己人 也認為賴父會趕過來處理 所以沒有報案 你既然你知道你兒子 已經出門來找你女兒了 你爸爸為什麼不及時出現 從十二點到事情發生兩點多 這兩個多小時 你就住在大林 你趕不到我們診所嗎 從台中大理到南區建成路 算一算路程 快則是多分鐘 慢則半個多小時也該到了 但阿神的爸爸卻直到下午 三點十分才趕到 他說他被工作耽誤了 但是當天小倩的丈夫 也接到了通知 護妻心情的他 早在阿神抵達診所前 就已經從新竹趕到了 他也看著他哥哥走進來了 為什麼不制止他 你們都知道他已經是有一點 這種憤怒的情節了 你們都知道他來找他妹妹 會有情緒的反應 你們為什麼不當下趕快來處理 而是讓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 陷在這個意外跟恐慌當中 你知道我們三樓有二樓的監視器 賴小姐她看到她哥哥 整個犯案的過程 所以她二度 她第一次是跟著她的父母來 隔兩天又來 來我們家 她親口向我承諾說 我會讓哥哥得到應有的制裁 說出真相 讓哥哥得到應有的制裁 這是小倩給的承諾 也是王太太所期盼的 這些話還言由在了 沒幾天的時間全變了 後來她卻反悔了 選擇親戚 結果過了一陣子 就寫了一封洛洛等的信 寫著她哥哥有多可憐 以前做事情有多麼不順利啊這些 案發之後 他們買上改口說 我的兒子生病很久了 小倩的態度變了 小倩的爸媽更開始主張 兒子阿生生病了 他們說阿生的思覺失調症病死 已經有十幾年 近兩年沒有吃藥 導致妄想發作 才會註下大錯 他們對案情更開始散見其口 所以他們現在就開始在逃避說 我們當天都不知道 我們沒有說她帶刀 他們不知道她帶刀 但是賴小姐的先生 在檢察官偵訊的時候說 她的太太告訴她 她的哥哥會帶刀來 所以呢 她很緊張 專程從新竹趕回來 帶著棒球棍在樓下伺機而動 如果沒有那麼嚴重 為什麼她要從新竹趕來 保護她老婆 賴家仁說 他們不知道阿生有帶刀 案發當天小倩的說辭 只是為了方便請假 她又要請假 所以她就說 因為我不能一直請假 所以她爸爸就叫她 編個理由 說 你就說嚴重一點 這是案發前 小倩跟同事的對談內容 小倩說媽媽要我 讓哥哥打還是砍 同事則回 哪有媽媽還推女兒去面對 一個拿刀的哥哥 甚至還說 難道要等她砍了 才會相信嗎 同事的訊息保留得下來 但是小倩跟爸爸的對談內容 卻沒被留存 她爸爸又說 因為她有三簡訊的習慣 如果說賴的對話 對兇嫌有利 為什麼要刪除 所以呢 他們把不利的證詞 都刪除掉了 她說她完全不知道 她會到診所去刑胸啊 這樣的說法要加入 如何接受呢 如果不是因為小倩害怕 診所同仁怎麼會幫忙掩護 如果不是小倩求情 王醫師又怎麼會安排小倩 躲到三樓呢 怎麼現在他們卻不認了 他們是為了保護賴家女兒 結果失去了一條生命 即公信助理受重傷 但是賴家人 他們太自私了 他們只想到替他的兒子 減刑閉刺 完全沒有考慮到受害人 心裡頭的感想 有時候我曾經想過 如果王醫師那時候 心狠一點 叫賴家妹妹親自去面對 她是不會受這麼嚴重的傷害的 那為了這件事情 爸爸讓她躲在樓上 最後幫她擋了這一刀 賴家人說阿神生病了很可憐 案件進到法院審理 法院為請草原療養院進行鑑定 二零一六年一月三十號 台中地方法院採用了鑑定報告 認定阿神符合刑法 第十九條第二項判處 無期徒刑 赤多公權終身 並施以五年的監護處分 雖然罹患精神疾病 而導致辨識能力 辨識違法行為的能力 有顯著降低 但是不影響其辨識能力 雖然這個判決 離我們心中的還有社會的期待 有一些差距 但是我還是要謝謝 律師告訴我說 在台灣的司法 因為一審是以他有精神疾病 減刑了 才變成無期徒刑加監護 在台灣這個判決已經很重了 所以我沒有什麼好 不甘心的 王太太說一審判決後 儘管阿神從頭到尾沒有道歉 儘管他們對於阿神的思覺失調症 有沒有影響辨識能力 人先存質疑 但是法院已經釀除了無期徒刑 他說他能接受 原本還期盼一審判決後 能放向心中的大石 沒想到阿神的一席話 卻向另一把利刃刺向他們 賴賢他認為無期徒刑 對一個有精神疾病的人來說 判得太重 既然他們有草屯療養院 鑑定他有受精神疾病影響而犯案 他們的律師就極力主張法官 不應該判那麼重 他不甘願 他連無期徒刑都不想做 一死兩生的悲劇毀了三個家庭 阿神不願意道歉 還認為判太重了 這樣的說法 等於是在被害人的傷口上撒鹽 於是王家仁決定拼搏到底 讓先生明目 這是王太太現在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她曾經親自到了總統府 向蔡總統陳情 台灣怎麼會淪為是精神疾病患者的殺人天堂呢 這個國家 這個政府 保障了凶手的人權 卻沒有保障守法公民的權益 被害人的生存權究竟在哪裡呢 他們不過是一個再平凡 再普通不過的一個家庭 卻因為一個人殺死了一個好先生 殺死了一個好醫師 殺死了一個好爸爸 再過幾天就是王醫師離開滿兩年的日子了 這偌大的屋子裡少了一個人 總是冷清了一點 王太太說她將王醫師的東西留下 像王醫師做麵包時的筆記 人家在冰箱門上 彷彿王醫師仍在身邊陪她 你今天在我們家 有看到王醫師寫的 麵包的那一張妹妹嗎 她的很多東西我都沒有收 晚上我抱著她的被子睡覺 在我的心裡面 她就是去天國出彩 或許我是自己騙自己 到目前我都還沒有辦法接受 她發生這樣的意外 你知道以前她都是把我帶在身邊的 我人生最大的遺憾就是這一次 我沒有辦法跟她一起走 可是這些話不能跟孩子說 他們會很難 因為他們希望媽媽多活幾年 那我現在積極地接受治療 其實就是為了孩子 我常常都說等你們成家裡一夜 我就要去找爸爸了 然後很多朋友告訴我 你不要在孩子面前講這種話 他們會壓力很大不肯成家裡 一度她也想要跟著先生離開 幸好兒子每天的陪伴 才讓她慢慢走出來 對我們而言真的非常非常的痛 我的兒子在當晚告訴我 媽媽妳可以嗎 妳可不可以不要讓我擔心 從此她每天晚上睡在我旁邊 她也講過就是 原本就習慣這邊有一個人 那人是突然的消失 對啊如果說妳 我們當下沒有去在旁邊陪她的話 那個傷痛會更大 我們是真的很怕 當下是很怕媽媽扛不住的 王太太說她一直以為 她會比王醫師早走 因為前幾年她罹患了癌症 一度陷入人生低谷的她 是丈夫的陪伴才有辦法走過來 說真的如果沒有她的陪伴 我早已經先行離開了 我確診的時候 是卵巢癌第四期 很嚴重 我那時候都不知道我自己事情 她知道 她不敢告訴我 我是那個傻傻的 她告訴我說 妳只要好好治療 其他妳都不用管 然後呢相信醫師 相信醫師 相信妳自己 從此以後 她每天都幫我備早餐 即使她上班再忙碌 她也一定要回家 幫我收點滴 備午餐 我看到她那麼辛勞 我告訴自己要堅強 不要讓她擔心 她會盯著我運動 因為我不愛運動是真的 我們家這麼的幸福 我老公這麼帥 這麼會賺錢 這麼體貼 然後我兩個孩子也這麼乖巧 我可以把這個江山 讓給別人嗎 這是開玩笑 就是我先生真的太好了 這一張照片 是她以前很壯的照片 可是呢 後來她為了自己的健康 她變得很瘦一點 王太太拿出了一張 王醫師減重前的照片 她說王醫師告訴她 因為太胖了不好看 所以要減肥 但王太太不知道的是 丈夫的減重都是為了她 她要比她太太更健康 她才有辦法去照顧她 對啊 這就是為什麼我剛剛說 她在我心中是一個很完美的人 因為從媽媽生病 整個過程我們身為子女在旁邊看 我們都覺得 對啊 很感動 王太太說她永遠記得 案發當天她在護理之家當志工 那一天她唱了一首歌 原本是要娛樂老人家的歌曲 現在卻成了磕進她心頭最深的痛 天有多長 天有多久 能不能等到重逢時候 天有多高 地有多久 能不能等到重逢時候 所有的悲傷 所有的快樂 都能夠在眼淚中再度回首 有時候我好希望最後這一段歌詞 趕快到 因為我好想它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 開口唱任何一條歌 因為所有的歌都是情歌 都是思念的歌 失去丈夫的痛 沒有因為時間過去而被撫平 王醫師離開的那一年 他的兒子正在籌劃早午餐店的開設 這家店是爸爸為了磨練他 准他開的 沒想到都還來不及 讓爸爸看見成果 讓爸爸感到驕傲 爸爸就離開了 而他的寶貝女兒那一年 恰好遇上了牙醫系的畢業考 那個時候我的女兒 遠在匈牙裡 正逢畢業大考 尤其在案發的隔天 他就有考試 可想而知他有多煎熬 那是他最親愛的爸爸 我告訴他 考試比較重要 爸爸一定和我一樣 希望你以大考為重 不用回來奔喪 但他執意要回來送他爸爸 最後一程 女兒是哭著考完畢業考 他知道爸爸要等著 一起參加他的畢業典禮 這一張是我女兒的畢業典禮 我 我兒子 我女兒 他帶著王醫師的照片 參加我女兒的畢業典禮 這個是他真正離開我們 他的心願可以參加 他女兒的畢業 你就知道說 他有多不捨我們 多疼愛他的女兒 當他的女兒 當他剛開始的時候 告訴他的女兒說 你不要走牙科 牙科很辛苦 可是當他女兒要畢業的時候 他的心裡頭有多高興 他早早就訂了機票 而且他排了一個月的獎 他希望去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 順便去阿爾卑斯山度假 我們都排好行程了 時間都已經溝通好了 就是沒想到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有一個師姐 他可以感應得到 王醫師 他來我們家的時候 他跟我說 你們王先生今天話很多 他叫我跟你說 他要去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 叫我要帶著一張他的照片 兩件他的衣服 一條褲子 好 我就心裡半信半疑 阿嫂你在說什麼 怎麼可能 可是呢 那一天的晚上 因為我們都有很多客人會來年鄉 等我把所有的客人送走了之後 我就把椅子拖到靈堂前面 跟他對向 他的照片我就... 我就問他 你今天有跟阿嫂說 你要去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嗎 那就可以把背問他 他就說Yes 我說 你跟阿嫂說 是帶兩件褲子嗎 No 我說是一件嗎 他說是 其實我故意問錯的 你知道嗎 我說是帶兩件衣服嗎 是 所以他想去 所以我女兒也跟法官講 別人都是高高興興父母參加畢業典禮 我呢 只能帶著爸爸的照片 參加我的畢業典禮 對於賴阿嫂對我們家造成的傷害 沒有真相 事實 我們是沒有辦法原諒的 因為我們真的認為他是詐病 他說 案發之後 王太太說他給了阿嫂很多次的機會 只要阿嫂誠心向王醫師道歉 他也願意放下 但是他們卻等不到 在檢察官偵訊的時候 檢察官有問他 你要不要跟家屬表示歉意 他說很不好意思 然後呢 他以後會去跟王醫師道歉 2019年2月 就在一審判決後沒多久 阿嫂寫了一封信給王太太 信件的一開始阿嫂提到 我被判無期徒刑了 王太太的心情一定好些了吧 希望開庭的時候 有機會能夠親自向他道歉 他跟法官說 我在監獄裡面抄經 我歸依佛門 他每天都念經回鄉給王醫師 就這樣子 法官還跟他說 你不能只有念經就悔過啦 你要對人家表示 就是你要怎麼賠償 你要怎麼補償 但是就沒有啊 而且他還讓他的育友 寫了一封信給法官 希望王太太要放下仇恨 不要再對他有偏見了 2020年2月 阿申育友的這封信上寫著 他與阿申同事了七個月 發現阿申並非最大惡疾之人 他的精神疾病嚴重 在監獄裡 沒有辦法接受好的治療 他更提到 阿申在監獄裡 連一隻蟲子都不忍殺死 教會師也都認為 他被判無期徒刑太重了 因為看到阿申 每晚的獨自淚流 讓他於心不忍 才提筆寫信 希望王太太能夠放下仇恨 才能解脫 被告他跟法官說 雄賢希望能夠刑判輕一點 能夠早日回家孝順著你 你叫我兩個孩子情何以堪 跟著法官 就對著法官講 我說他想孝順他爸 可是我連孝順的機會都沒有 這個話我們當庭就已經 就直接吐出來了 真的 真的荒唐啊 就是 就是你把我要孝順的人殺了 然後你再告訴我 你要去孝順你爸 為了孝順我爸 所以盼我輕一點 聽起來就很諷刺 曾經王太太 她也不是非要兇手死刑不可 曾經她也願意去原諒兇手 但是兇手真的誠心悔過了嗎 也一句對不起 一句道歉都說不出來 她會願意把真相給說出來嗎 這個真的是天外飛來狠火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在最安全的自家診所 卻是王醫師遇害之敵 為了保護小倩造成一死兩傷 到底小倩跟哥哥之間的心結 是從何而來 會讓阿生懷著如此大的憤怒呢 我們透過阿生的律師 試圖跟阿生家人取得聯繫 卻沒有得到回應 但判決內容指出 阿生高一的時候 就罹患了思覺失調症 治療了十幾年 也都有穩定吃藥 但吃藥會試睡 阿生不願意吃藥一輩子 兩年前她把藥給停了 也不看醫生了 她嘗試去工作 但每個工作都做不久 短則幾天 長則七八個月 大學畢業的她去澳洲打工過 也做過保險 當過保全 但案發前她辭去了工作 因為工作不順遂 阿生家所有的不滿 都算在妹妹頭上 她覺得妹妹不笑 賺了錢都不拿回家 秀妹倆的關係 長久以來都不好 對妹妹的不滿 開始在阿生的腦海中 形成了一個報復計畫 案發前幾天 小倩跟先生出國 阿生打了好幾通電話 到診所卻找不到人 她傳簡訊給妹婿 威脅說要去砸車 不讓他們過火 所以其實她禮拜二就來 先看過她妹妹上班的情況 她甚至於還跟我們樓下的 管理阿伯還聊天 案發當天早上 阿生知道妹妹回來了 她一早就打電話到診所去 卻找不到人 阿生不相信 她決定親自去找 她帶了一把瑞士刀 一把折疊刀 她心裡想的是 這一次一定要給妹妹一個教訓 明明妹妹有上班 診所裡的人為什麼要騙她 結果怨氣在阿生腦海中發酵 為什麼所有的人都要幫著妹妹 她覺得診所的同仁 在掩護她妹妹沒有上班的這件事情 她就很生氣 監視器清楚拍下阿神背著包包 進到了診所裡 當時候診所已經開始營業 王醫師正在診間內替病患看診 診所裡的每個人都在忙著自己的事 她還很正常地跟她說 她要找她妹妹 你早上打電話來 我不是跟你說你妹妹沒上班了嗎 然後那個兇手就愣住 我們從監視器看到的是 背著包包 然後她手去撈那個包包 她把手還藏在 然後過來找到刀之後 還把包包放下來 這當中還有廠商有進來 她還是很自然的 她能識別她能判斷出來 這樣的一個情境 儘管還有其他人 但阿神並沒有慌張 她已經想好了一套說詞 那我同學要拿給她 妳可以幫我拿給她嗎 因為我們那個櫃台比較高 她還掩飾 畫面中的這名助理 正在櫃台忙著接聽電話 她沒料到危機已經悄悄靠近 猝不及防 阿神伸手就是一刀 接下來她衝進了櫃台 聽到尖叫聲 原本在診間的翁姓助理 趕緊跑了出來 衝出來的時候 她就開始去刺殺第二位同仁 非常嚴重的同仁 在這個時候 我們的王醫師跟著出來 要保護同仁 聽說那時候 還有其他的患者 在診間看診 她是把門關起來 自己在外面面對 真的讓我覺得我的先生好勇敢 她也可以把自己關到診間裡面 但是她沒有 她把門關起來 保護來看整個患者 王醫師挺身而出 她試圖安撫阿神 卻沒有用 賴阿神太兇慘了 王醫師跟她說 妳不要急 我幫妳找妹妹 她完全不聽 就是非要治 王醫師於此地 因為她都是往脖子上刺 接連砍殺了三個人 但阿神還不罷手 她竟然又回頭去砍殺前一名 翁姓助理 因為她說 我當時覺得刺得不順手 殺得不順手 因為不順手 所以要在下第二次的毒手 阿神說她不滿診所的人 阻礙她找妹妹 她要除掉妨礙她的人 診所裡的每一個人 都是目標 那接下來她去找到 診所的一個出倉室 她就敲門 那是另外一位同仁 她大概就跟她講說 妳開門 那我看看我妹妹 是不是在裡面 意思是如果我妹妹 不在裡面 我不會對妳怎麼樣 怎麼辦 妳要不要開門 好 那位同仁開門 被告本身她看了之後 她覺得 確實她妹妹不在裡面 她沒有去對這個同仁行凶 短短幾分鐘的時間 診所成了疊血案的現場 所有的過程 當時候躲在三樓的小倩 透過監視器 她看得清清楚楚 她抱了緊 但也來不及了 律師說阿神有 視覺失調症的病史是事實 但爬梳整個行踪過程 阿神很清楚知道 自己在做什麼 我們是認為她是預謀犯案 你去看這一件 我在拿刀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先忍著 我不要先對第一位 診所同仁下手 還知道藏刀耶 我可以選擇殺他不殺他 你清楚啊 警方來了 他知道是警方 他自己自白來講喔 於是我想跟警察同歸預警 阿神 病症有無緩解 我們不得而知 但確定的是 在此之前 她用藥的劑量 已經逐步減少 她其實已經是 用一個比較輕的一個劑量 第二個是到最後她已經是 心理醫師給她一個支持性的心理治療 在案發前 她甚至於還出國去打工 她在103年6月到107年3月23 總共訪視了16次 電訪 沒有去看她實際的本人 只是聽她爸爸電話說 我兒子很好 但是她一直都沒有次藥 沒有實際的去訪視到本人 你根本看不出來 她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直到案發前兩個月 衛生局都還有持續追蹤 卻沒有跟阿神通上電話 阿神的爸媽說阿神出國了 他們說阿神都很好 沒有問題 既然沒有問題 現在出了事 又該怎麼解釋呢 也許有人會說 阿神罹患思覺是條症 被判處無期徒刑已經是很重了 被害人家屬到底還要爭什麼 如果不是在二審官司 賴家人 一心只想幫賴嫌 減輕刑責 不問是非 湮滅證據的對話紀錄 我不會那麼生氣 誰沒有家人 誰沒有子女 王醫師難道沒有愛他的家人嗎 我們要的只是一個事實的真相 以安慰王醫師在天之靈 沒有真相事實 就沒有原諒其公道 公立正義真的有這麼難嗎 2020年7月23號 最高法院撤銷了二審法院的判決 罰回更審 這個消息讓被害人家屬感到振奮 因為最高法院的法官 終於聽見了他們的聲音 最高法院會說 你可以從這個整個犯罪過程裡面 你看得出來 它是具有忍耐辭言能力 選擇能力跟避免逮捕能力 如果是這樣的犯罪情節來看 那你跟一般人 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顯著的降低的情況 你知道最高法院的新聞稿 它寫一句話寫什麼嗎 你這樣的論斷 你怎麼去說服一般大眾 真的是這樣啊 這也是我們的主張 我們會覺得 我們不是說一定要怎麼樣 而是說 你的判決就是要正確 你知道被害人要的是什麼嗎 真相 王太太說當年她生病了 如果不是先生對她的無微照顧 她可能會比先生早走 而現在沒有先生在身旁了 她要更加的堅強 因為她要幫先生做更多的事情 她要讓王醫生的犧牲 更有意義 更有價值 這一天 王太太在律師跟女兒的陪同下 從台中搭了兩個小時的車 北上要去立院陳情 過程中我們注意到 王太太提著這個包包 看起來沉澱澱的 你看我的袋子裡面 你有沒有看見我帶了很多瓶瓶罐罐 這些是什麼東西 這就是我每天就是要吃的 就是控制我的病情 以前王醫師會幫我看 他會有一個背包 現在沒有了 現在要靠我自己 整個袋子都是營養補給 因為他知道 今天一整天要拜會三個立委 還要去總統府陳情 他得要有充足的體力 我們就是希望委員能夠在立法院幫我們發聲 然後我真的很希望就是悲劇 就到這裡就好了 王太太說從事件發生以來 每一次的開庭她都會出庭 縱使開庭對家屬來說很折磨 他仍堅持要到 周女士她很堅毅 她幾乎是每一庭都到 她身體有狀況 徐律師你知道我開心 請要打點滴嗎 有時候她在看到一些 捐贈的資訊的時候 或是在陳述的時候會難過 那我們當然就是有時候 會去握她的手 因為希望給她力量 這一天王太太也寫了張卡片給蔡總統 期盼世衛安全網的漏洞 可以趕快扶起來 不要讓被害人白白犧牲 而總統也聽見了她的聲音 親自回了信 她就是把我 上一次我不是去陳情嗎 把那些內容轉交給兩個部門 她願意在她後面這四年的任內 針對這一塊來修法改正 一張信件上頭是總統給出的承諾 王太太希望他們微小的聲音 能被更多人聽見 讓悲劇不再發生 或許很多人都說沒有用狗廢火車 可是沒有站出來努力過 永遠也不可能有所改變 所以我才願意出來做那塊磚 我自己一點點小小的私心 醫生他是救人的工作 我希望王醫師的犧牲 能夠更有價值跟意義 原本的鑑定她並沒有去參著 當時的案發的診所監視器的光碟 那我同學要拿給她 妳可以幫我幫她嗎 拿給她嗎 好啊 妳就這樣 書面的有看過 但是她就是沒有看過光碟 沒看過光碟 但鑑定醫師看了所有的書面資料了 這樣還不夠嗎 書面是平面的 現場是有表情 妳說呢 診所的光碟整個過程 你可以看到她怎麼去動手 她是一個很實際 很現實的一個畫面的呈現 妳會看她整個犯過程 是非常具有條理性跟組織性的 她知道她要做什麼 還覺得殺得不順 第二次不順再回過頭來殺 她還會反問 反過來請教警察她的問題 讓警察再去更清楚的 再去重複一遍 律師說 從光碟上可以看到 阿生在做筆錄時 儘管對於用字有些固著 但是她硬打正常 還會屈身上前 仔細去看警方打的字句 又無錯誤 所以我們才會認為鑑定不完備 請求法官送二度鑑定 如果法官沒有認為 草屯的鑑定有問題 怎麼會送二度鑑定 王太太與律師提出了 許多對於一審鑑定不完備的質疑 於是二審開庭 法官也違請了台中榮總 再做二次鑑定 法官就增加了 我剛才所謂的診所的光碟 還有密錄器 以及警偵訊的光碟送過去鑑定 認為被告在行為當時 並沒有受到精神疾病 或其他性質缺性的顯著影響 他是因為情緒不滿 而不是因為精神疾病影響犯案 台中榮總的鑑定內容 推翻了一審草屯療養院的鑑定報告 這樣王太太有了信心 也許靠著中榮的鑑定 就能還原真相 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號 台中高分院二審宣判 卻仍旧採用一審草屯療養院的鑑定內容 認為阿深符合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 犯案當下的辨識能力是受到精神疾病影響 駁回的上訴維持一審原判 宣判當時我們全家跟律師 就撒在法庭上 中榮的鑑定報告書有十三頁 草屯只有三頁 我們只是要一個真相 他就是很正常嘛 我的證據告訴我就是很正常 沒有這個事實真相 我怎麼可以讓王醫師瞑目 好 更多的節目內容 您可以上網YouTube 搜尋 訂閱台灣指示物 同時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王美翔 我們再會了 今天內容首播都在每週日晚間十一點鐘 中文新聞五批頻道 請您這次說明